我念经念一半 就会放弃 不想再念 为什么会这样 也这样重 所以你要忏悔 所以多累积资粮 像我们在放生焉供顶的 那个都是资粮 有钱的人 他读书方便 没钱人当然也可以读书 但是如果你累积很多钱 读书要送你去外国去玩 那你就更喜欢读了 送你去美国留学 那好 所以我想 一个人福德善根要做得够 然后他就甚深的教法 微妙的教法 他就听着下去 读经读一半读不下去 起来忏悔 做严供 做作诗诗 点点灯 资粮够了 继续再读 不容易啊 不容易啊 现在各位都听过法华经 庙法莲华经 我请问各位 庙法莲华经从第一个字曾经念完到最后一个字来举手 这个地方叫什么地方 怎么没半个人 不容易啊 庙法莲华经 庙法莲华经是经王之王 你看 你都读不完 所以 这个不容易啊 所以各位你要了解 这是正常 所以读经读一半 没关系 至少你读一半 别人连一半都没读到 努力就好了 我看你了解 了解 了解 了解